哈囉 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巨星的灰芒火 蓄日4點超級 基本上現在是火關 我們用這個水系隊來給它闖關一下 基本上除吸涕吧 除吸涕會是一個小小的問題 會看到左邊是CDE的 我們盡量做單體攻擊 是希望能夠除到一起 基本上其實我用這隊也不太需要除氣 這樣就是 還沒有天降送走 是有送走的沒有天降 盡量可以畫出到吸涕吧 我是建議是這樣 像這時候 用我之前有跟大家提過的 就是單體攻擊的打法 左邊這樣切開 比較容易出現單體 單體但是全死了 這是我個人玩希臘的一個 小小的方式 就是這樣 木屬 水屬 所以當然我目標一定是這一隻 當然兩隻送走無所謂 就一起把他送走 基本上可以看到這個天降是蠻漂亮的 希臘我的玩法是這樣用 當然不是一定要用我的方式去打 只是這個方式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對 天降 當然天降不是一定會給力啊 但是 基本上你只要轉的方式對的話 天降就還蠻漂亮的 對 可以的話盡量靠昇華 靠昇華來 來那個 做一個落珠的 趨勢 然後這部分的話我建議這個 星珠有時候可以轉一下 就是 鴨子啊 把星珠轉出來 反正我們CD3隨時都可以轉 這隻儲機還蠻好儲的 因為木儲性傷害以外 他剩25%的傷害 這一隊來講我儲CD 不用太大壓力 CD8就 基本上就差不多全部都OK了 這兩隻CD10 賣一點點 不過無所謂 我們不影響 打起來 壓力還算OK 其實壓力不大 這一關 是越戰越強 基本上 也不用太客氣 就直接 速戰速決 主角不會開太早 這個不會 喔 落珠不是很漂亮 不過送走他應該沒問題 因為我印記已經疊過了 我還有東海龍王 所以我還蠻有把握的啦 尾王基本上 比剛才那一關 風險更低 因為他是 攻擊次數越多 攻擊力才會大幅提升 所以就不要讓他有機會攻擊就可以 所以就不要讓他有機會攻擊就可以 好 差一combo沒關係 好 因為火術還蠻多的 好 轉一下 好 目的是要轉這個東海龍王 可以看到左右邊我故意把他做出來 加了一個威力的加成一零一倍 基本上是還蠻好打的 水隊有可 而且這一隊有個好處 就是他CD最短之後8 所以基本上打起來還蠻輕鬆的 好 以上 這個是這個巨星的灰盲火 超級的一個示範 給大家參考 謝謝大家 掰掰